我们来讲论文台湾关系法第18章 台湾关系法的其他要点整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台湾关系法其实东西蛮多的 但是我们前面大概那几个章节 大概七八个章节 从十一章到十七章 大概把台湾关系法里面比较重要的地方 有讲过 然后还有七 还有其他的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不过我们一般 就是在谈台湾关系法的时候 你重点是要了解里面的章节在讲什么 但是其他都是运用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要点 其他要点就是说 他没有那么大 他没有那么大的就是说 要点 但是他真的是要点 就是稍微大概可以来谈一下 当然这个不是主要的环节 不过你最好还是要了解一下 因为里面蛮重要 因为他是讲一个性质的问题 性质就是我们台湾这个性质 因为我们台湾关系 你们知道 那所以那个是美国政府在定义台湾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台湾他还有没有其他的要点 有没有什么性质 他是什么样的法律 人家美国法律是把你台湾定位成什么 那我们来看 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里面还有没有什么要点 有 当然有 大概还有三四个要点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关系法里面谈的 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讲的都是法 法律上的定义 就是有国际法的惯例 就是台湾这四百年来的历史的整合 然后还有他的运用 他有就是习惯法 他也有历史的因素 那所以 他会影响到我们今天这个台湾关系法 因为你要知道 台湾关系法虽然是美国法律 不过美国针对台湾的政策 他讲得非常清楚 要决定台湾未来的法律 他要采用台湾关系法 因为台湾关系法 是处理台湾国际地位的 你要知道是最优先法 最优先法 其次才是美国国会跟总统 通过了其他美国法律 来界定台湾的国际地位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台湾的国际地位 既然是美国国会的法律在决定的 你不觉得很奇怪 像台湾旅行法 台湾关系法 台湾保证法 台湾防卫法 台湾什么 什么什么那个台湾的法案 奇怪怎么都是美国国会 在帮我们通过的 什么原因 因为今天 美国总统跟台湾的军事 当局是我们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是由他来决定的 不是由你台湾来决定 因为你台湾现在是无国籍 你现在台湾没有国籍 所以你不能够界定自己的国际事务 所以改由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来帮你用法律 用国际法用国际战争法来帮你决定 所以那是旧金山条约里面的规范 因为那个日本国政府 他放弃台湾的托管权之后 那交由主要占领全国 美国总统军事占领还有托管 那基于军事占领还有托管这两个原则 所以人家美国 又用一个特别法 这个美国法律台湾关系法 来界定说针对于台湾的占领 还有托管 要如何来处置这样子 所以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政府 针对我们台湾重要的法律跟政策 基本上我们未来台湾政府的母法就是台湾关系法 为什么因为那是美国处理我们台湾的最优先法 所以我们的母法当然是台湾关系法 所以我们这个讲这个台湾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基本上它的母法在哪里 在对日和平条约就是旧金山条约 还有它衍生出来的占领法跟托管法 是美国法律的最优先法台湾关系法 所以我跟你讲台湾关系法对我们未来台湾政府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就要面对台湾关系法 那我们今天再来继续来谈它还有没有什么要害 当然有大概有还有三四个要害 那主要是谈到它的性质 这个台湾的性质还有它国际地位的定位 那是美国政府帮我们定位的 所以你要清楚台湾关系法里面针对台湾的国际定位 虽然它是美国国内法 那是为什么你是美国的国内 因为它今天在托管理 它在托管理 所以它也在替你写法律 所以你台湾的国际地位会很类似 很像哦 你要知道很像 但是不是很像美国的第51州 就是说美国帮你制定你台湾的国际地位的法律 但是其他的问题会交给你本土台湾的你自己去定你的基本法 所以基本上台湾国际的地位要由美国军事政府跟台湾民政府一起来 什么原因 它要分工 它要分工 因为USNG能够帮你台湾人的是什么 是国际地位 你台湾的国际地位 但是我们还有个问题 那你台湾内部的管理 那你们台湾人自己要管自己 所以要帮你设立一个台湾民政府 所以为什么是USNG TCG USNG帮你管外面的 然后你TCG你要自己管理里面的 所以他也做了相应的分工 所以我们说叫做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的架构 美国军事政府主管台湾的外交还有军事 然后你TCG就是管其他的 一般都是内政跟内务 那个当然不能交由美国人来管 因为美国人也不懂你台湾人用的语言还有习惯 然后还有他们毕竟是外来民主 人家也尽量不要干涉你台湾人的内政 人家没你吃饭饮饮 什么都要管 对不对 因为有一些事情还是由你台湾人来管比较好 所以我们采用USNG TCG的架构 那主要针对控美案来的 第一个你台湾人没有政府 第二个你台湾人没有国籍 所以他也帮你办了这个台湾政府的架构 那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这个台湾政府的性质 还有他的国际地位 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这一章要谈的 就是台湾关系版的其他要点整理 就是我们这个台湾的性质 就是这个台湾政府是长成什么样子 他的法律的原型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 那台湾政府USNG TCG是美国政府的海外特许公司政府 这个接我们上一张尾巴要讲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继续再来谈下去 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政府的本体是什么 它是一个军事政府 为什么它是一个军事政府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台湾还在战争当中 那你台湾还在战争当中 那你所成立的政府一定跟军方有关系 跟美国军方有关系 那个台湾关系法的那个什么 那个第三条B跟对日和平条约的第四条B 有说到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对我们这里有处分权 对我们台湾朋友有处分权 所以台湾的当局是谁 美国军事当局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那也符合占领法 也符合托管法的架构 所以台湾政府的本体是USNG 那USNG你可以说具体一点 可以就是美国的国防部 所以我们这一线是属于国防部这一边的 然后还有美国总统 因为国防部长会跟美国总统一起开位 他们有一个就是像那个国家安全会议 或是一些国防的一些简报的会议 他几乎每个礼拜美国总统都要开这个会 开就是国防的 他也要开外交的 几乎美国总统每个月他重要两个会 一个是国防一个是外交 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 一般我们都会谈到外交问题 也会谈到国防问题 所以只要国防跟外交的问题 几乎都会卡到国防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台湾的问题应该交由谁来处理 就是大概是国防部 跟我们台湾民政府这个USNGTQG 比较轻的这一线是国防部这一线 那当然我们也会借助美国政府的 其他的一些资源 所以我们也会动用到就是 就是国务院 国务院我们要借助国务院的力量 国务院是美国政府里面最大一个部门 然后第二个部门是国防部 国防部跟国务院同样都很都很大 那个国防部一般管的是 就是武官 一般就是军方跟武官 那国务院管的就是一般的文子人员 那美国的文子人员多的 连那个州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官员 加起了一千万 那都跟国务院有相关的 所以国务院是美国政府里面最大一个部门 然后第二大的部门是国防部 所以在美国两个比较重要的部门 就是国防部跟什么 跟就是国务院 国防部跟国务院消耗的美国政府总预算 大概80% 你知道吗 国防还有国务院 这两个都是最花钱的单位 它的人员也特别多 美国所有的官员 大大小小的官员 就是office 包括他的职员雇员 总共中央加上地方 总共是两千万 多大 大概每十个美国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在美国政府上班的 那当然有的是在地方政府 那有的是在中央政府 那有的是在军方 那不管 就是跟美国政府接头 大概是十分之一的人 所以美国政府是一个很庞大的部门 非常庞大的部门 占了美国人口大概是7% 它的总预算大概都花在这里 都花在一些职工的预算之上 美国政府一年的预算 总预算中央加地方 大概三兆 现在大概是三兆 然后还有他可能发一下地方 在你看像今年又有特别预算 因为今年的景气特别的差 所以政府又花了特别的钱 去救他的经济 今年的总预算支数都四五兆美金 平常就三兆了 那今年因为要加码 因为民间经济不好 所以政府要把民间的消费 把它堵上 所以又拿了很多钱出来花 那美国政府的债务 我这两年债务好可怕 一年多增加三兆美金 我今年 尤其是2020年的财政预算的资助 应该是三兆美金 就是说 政府平常是三兆美金的预算 还花不够 大概额外还接了三兆 继续再花 不然今年经济真的是倒了 真的美国今年经济很差 今年会大概负15% 那后来那个政府拼命的花 所以有把缺口稍微把它堵上 但是今年大概也是衰退 大概要GDP要衰退至少3% 快要结算了 下个月就知道了 大概要衰退3% 那今年今年都是做北杠 所以我们就要来谈到一个问题 那这个台湾政府的本体就是国王部 美国的国王部 那大概是我们就是USMG这一线的直属长官 他当然也签到美国总统 所以就是美国总统跟国王部 实际上就是USMG 所以我们一般这边是隶属国王部的 当然国务院也会支援 因为我们会用到很多国务院的支援 所以未来美国跟台湾在 政治上有需要就是彼此交换的地方 我们有需要情报的交换 也需要人员的交换 也需要在财务上面的融通 还有什么各方面我们都跟美国换 我们台湾没有嘛 那美国有你就跟他换 你就拿你有的去换他没有的 就是拿你有的去换 美国那边有的你们去echange 所以我们会跟美国做很多政府之间的交易 包括台美之间的一些商贸 还有一些互换 还有一些我们算内交吧 也不算外交算内交 你知道吗就是内部的一些沟通 台湾跟美国一些东西要交换 那美国把我们台湾看成什么 这里面也会谈 基本上他把台湾政府的状况 看成是一个什么 政治实体 政治实体 你不是独立国家 你是隶属于美国政府的政治实体 可以叫做台湾政府 他是由美国国务部掌控的 所以那个叫做USMGTCG的架构 因为今天还在战争中 所以你的政府一定跟军方有关系 因为这是国际战争法的规定 所以他只好用这种模式又帮你转 然后还有因为你没有台湾国 所以那干脆就由美国政府来帮你们台湾造一个国家 所以那叫做台湾政府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政府 第一个他卡到我们的历史因素 就是还有台湾的法律地位 你台湾人没有建国 然后你台湾处于美国总统的军事占领地 然后你又被美国政府托管 所以那干脆这样子 由我美国政府我跳出来 由我国王部 对不对 按照我的对美国的法律台湾关 台湾关系吧 帮你们台湾造一个台湾政府 所以基本上我们台湾政府 这一案是由美国国王部在主导 美国的国王部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战争中的政府 今天战争还没有结束 所以国王部不管说人家造台湾关系吧 他就在那个台湾关系吧 第三条B那里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又帮你下辖的一个台湾民政府当局 然后由美国总统来发布 你按照台湾关系法第六条 所以我们台湾政府真正在执政的时候 美国总统会 他会宣布 他会宣布说你们台湾人的政府成立了 就台湾政府 然后我把你台湾看成是一个国家 然后你是受我美国政府的保护 大概是这样子 那对啊 第一个我把你台湾看成是一个政治实体 你是一个外国政府 你要承认 因为台湾民政府里面是外国人 对美国人来讲 你台湾民政府里面的组成都一定是外国人 对不对 因为你是日本成名啊 他就是外国人啊 就美国来讲 你们台湾民政府是外国人 你不是 你一千人也没错 但是你也是外国人 你的国籍仍然保留是 就是日本成名 但是这个日本成名就是台湾公民 不管如果人家美国法律就这么定了 因为你没有台湾国啦 所以他只好做退而求其次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 他用那法律能够帮你处理了 能够hold住了就帮你hold住 你知道他就尽量帮你造 把你台湾造成像一个国家这样子 他能够帮了就这样子 那我看国际法大概能够帮了 也就像美国做了这样子 就帮你造台湾政府 由美国军方来帮你造 你台湾民政府 那你就自己按法律看着办 那你不要帮他乱做 你就造法律来做就好了 那这个叫做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架构 你不为他会辅导你 你没有资源他会调给你 你不是当台湾官员做话就送 你不用去那边找资源 去那边找人才 你不够的东西从美国调就好 美国什么都有啊 你怕什么 所以你要懂为什么是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的架构 这个有卡到法律上的问题 还有卡到安全上的问题 我前面都有跟各位陆陆续续 聊到这些东西 你看你台湾 你看你台湾民政府 你在学院变得抢 变得抢几次啊 叫蔡吉原给你抽一件 我叫蔡吉原给你抽一件 我叫蔡吉原给你抽一件 我跟你说 你如果说你自己办理 你还会被蔡英文再抢一次 我跟你讲 都姓蔡的跟你抢 你会被我抽三件 我跟你说 抢两次你就快亡了 对不对 再跟你抢第三次 你就灭了啊 是不是啊 所以啊 为什么要用美国军方来主导 他没办法抢你啊 知道吗 那样子你受美国军方保护 你才会安全啊 这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的架构 没有人敢抢你啦 蔡英文也不敢 老共也不敢 背后是美国军方啊 你怕什么 对不对 有美国军方顶你 你还怕什么 好 然后我们来谈 来 那台湾关系法 美国的法律是怎么界定 台湾的国际地位 还有它的性质 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 台湾政府USMTGG 是美国政府的海外特许公司政府 台湾政府USMTGG 是由美国再来协会依照法律转型过来的 这属于美国政府及美国法律下的 美国政府信托利益 所以我们台湾是美国的利益 那什么利益 信托利益 那你为什么被信托 因为旧金山条约规定的 因为日本国他放弃台湾托管的权利 他交给谁 主要占领全国 美利监合众国 然后跟美国军事政府帮你来处理 那是旧金山条约第四条 还有第23条A里面的规定 那个我们都很清楚 所以旧金山条约他针对台湾的国际地位 就讲到了 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 还有由美国军事当局来帮你处理台湾 台湾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台湾美国军事当局 那个很重要 你要知道你台湾政府的本体是什么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因为这是旧金山条约的规定 所以台湾政府一定要由美国军事政府来办 不二价 为什么今天还在战争中 所以不要乱来 人家美军也不敢乱来 人家也是所旧金山条约帮你做的 所以这个就是合法的 你看得懂了 旧金山条约第四条B跟台湾关系法第三条B 台湾美国军事当局很重要 台湾的当局台湾的老大到底是谁 美国军方 国王部 讲白一点 因为那个是法律的问题 人家就是这么定的 因为这是法治国家 人家就照法律来 就这样子 那所以美国国王部就会帮我们造台湾政府 他会跟川普总统谈 谈说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那你就不用烦恼 这个法律是人家写的 人家比我们都还要清楚 那怎么造他们 他们也非常清楚 那美国懂相关法律的人也很多 看一下都知道怎么 人家都怎么做 那这个台湾政府的信托利益 主要的控制权是由谁在主导 美国总统 那美国总统最重要什么原因 因为他是三军统帅 然后他也是国防部的leader 所以美国总统对我们台湾政府很非常重要 他是我们台湾政府的董事长 那是最大的 所以你要记得如果美国总统下命令来 我要说你基本上你不可以违抗 基本上他下军事命令来 如果他下的是军令 那你基本上你不要违抗 除非美国总统违反法律 这个状况你还可以拒绝 如果他没有违反法律 你就不能接受 所以你要懂大老板是谁 我们最大的boss是谁 美国总统 所以我们台湾政府 法律上是谁开的 你知道吗 美国总统开的 是谁在掌理日常的业务 因为美国总统不能管你啊 他那么忙 他很多事情要照顾了 所以他不可能来管 他只是挂个名字 他当个董事长 但实际上 台湾的业务的运作 会交给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他会派美国总统的代理人来你台湾 那我再猜一般是 国防部会派中将过来 美国总统会发布命令 派那个军事长官来台湾 那个像我们以前 有美军顾问团 他派来台湾的团长 一般都少将 少将 最少都少将 他也有中将 那可能 一般他派来台湾的 应该是少将或中将 应该不会太低 应该是中将 如果他已经法制化了 一般派来台湾的军事长官 那个军事政府的长官 一般是中将 他会派人令过来 你也知道 那个是我们台湾日常业务的长官 基本上 基本上他就对我们这个军方 台湾这边的军方就有主导权 那个叫做USMG 就是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架构 所以你要知道你那个大的boss 他派的代理是谁 像他以前就派蒋介石 哇实在有够差了 所以人家美国总统他派过来的人 应该是不错了 应该有特别挑过对台湾熟的 他可能会派跟丽英杰很像的人 他可能有带过台湾 有当过台湾的武官之类的 他可能中将或少将 他一样就跟丽英杰很像 也对台湾的事物有手 那可能是文官也不一定 国外部的文官也不一定 反正不管了 就美国总统派的就算了 美国总统有最大的指挥权 他派谁就是谁 他反正不管那是美国总统的代理分身 那USMG这边我们就大概你就知道 是由国王部在主导 由美国总统跟国王部 他们会去挑人选 那基本上他派过来 国会那边基本上都会同意 因为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毕竟是军方的事情 是由美国总统在指挥的 一般来讲 我看是总统直接派的 他也没有国会通不通过的问题 我目前是还没有看到 没关系 反正这由美国总统派 这由美国政府去解决 反正他派谁我们就接受 那再来就是 那再来就是 所以你看台湾政府 是由谁在控制的 美国总统 所以你记得美国总统是最大的 还有美国国会什么原因 因为台湾的法律 都是美国国会在帮你造的 还有美军的预算是谁在播的 美国国会 对不对 所以美国国会对我们台湾 有法律跟预算的决定权 所以他也可以影响到我们台湾 所以就是美国总统跟国会 其实就影响到我们台湾 大概三分之二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就是国王部这一边的 他也可以control 所以你要知道 基本上台湾政府是谁在控制的 大老板是谁 美国总统 还有国会 及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那当然我们一般的业务 因为不可能由美国总统跟国会来管台湾 实际上会交给谁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来管理台湾 所以实际上台湾真正每一天 我们看到的大老板是USNG 这是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然后他会跟你下辖一个台湾民政府当局 他就是我们台湾官员 你本土台湾官员去当台湾民政府的官员 那就是台湾官员 这个都是合法的哦 所以你要留在我们台湾民政府这里训练班 你要继续待着 因为这里一定合法 他一定从这里挑官员 中华民国不可能是台湾官员 因为那是流亡政权 那怎么可能当台湾官员 那美国不是人家说会出事吗 对不对 所以人家美国是主权国家 什么是主权国家 都是守法律的国家 他不像中华民国那个乱七八糟的啦 中华民国是没有法律的啦 乱七八糟自己再弄一套啦 那没有人要理中华民国 一批难民啊 他自己在那边乱搞啊 人家不会理中华民国啦 你就听美国军方的安排就对了 那人家会守法律帮你说 那你守法律就好 你要记得你未来你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守法律 那你不要去清办法律 还有这个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族不是我们台湾人的 那你不要伸手去躲 你像蔡财远那种笨蛋 跟蔡菊远那种笨蛋 那小肝跌空的 什么不抢去抢美军的财产 小肝跌空的这种人啊 你知道吗 所以不要去干那么纯的事情 所以你要记得这个台湾政府 是军方的财产 你不要去动他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美国军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对台湾有处分权啊 所以我们现在 台湾的财产是谁在雇的 是全球最大的一只老虎啊 美军在雇的啦 你 你有办法抢美军 我觉得 那一批的人还是真 我觉得台湾人蛮勇敢的啦 連那个 最大的大老虎他都敢抢 那个比武松大虎都还要勇猛 他还不知道 他就抢劫了全球 最大的你知道吗 这个军事集团 美军 他什么不抢抢美军啊 所以我告诉你 我实在觉得 这些队友真的非常可怕 人家说猪队友 你抢USNG TCCG 我实在想到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很可怕 我们如果在当台湾官员 你看到你旁边的猪队友在抢劫 你还要制止呢 不然你连你都送那个军事法庭调查 你抢劫 对吧 美国军事政府的财产 你这些 台湾名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的财产 你不能抢劫 你都抢美军的 你真的有厉害 连老共不敢的你都做了 你比老共还要勇猛 所以你要知道 那个台湾政府的控制权是在谁手上 他是在美国总统跟国王部的手上 那个是你抢不到的啦 如果那么简单 我们这个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名政府那么容易被抢 那蔡英文不会来抢 蔡英文不会自己造一个 蔡英文他一定说我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 什么原因 今天在战争中 这个所成立的政府一定是 人家说的哦 战斗政府啦 但这USNG TG是战斗政府的 那不是一般的 不是一般的政府的 它是由美国军方在主导的 那叫做USNG 他跟你下下一个台湾民政府当局 TCG 他叫做台湾政府 那我们一般是谁在露面 USNG的TCG在露面 是TCG在露面 但是你永远记得老板是USNG 这样你才会安全 那人家才不会抢你 人家不敢抢你 什么原因 你背后老板是USNG 除了那个你TCG 你未来的人只有USNG动得了你 你就会安全 人家美国军方是守法力 不会乱来 像那批中国强盗才在用抢的 像那个蔡蔡远蔡居然有没有 你就自己看到都用抢的啊 对啊 那你那你就可以受到保护 那怎么抢 也没有抢不走 对不对 那你说他要抢 抢台湾民政府 那他怎么抢 你抢的就变你的 人家就听你的 人家是听蔡蔡远还是听美军的 你用卡洞我想一个问题 你说很简单 你是要听美军的 你是要听美军的 那人家美国总统 他会派他的代理人来过来 那个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啊 那就是美国军事长官啊 你跟那说你也要听他吧 你不懂那说 所以你要非常清楚什么是USNG 尊公哈 USNG 人家美国总统派一条 军权来 你要记得他还是你的长官 人家就算派一条狗来 那也是你的长官 那意思吧 那就是法律规定的 他要是派谁 那就是你的长官 你不愿意他也是 你愿意他也是 因为法律规定的 所以美国总统派一只狗来 一只军权 他说从今天开始 我美国总统派的这一只 军权就是你台湾的长官 那就是 没办法 法律就是这么定的 美国总统派的就是 我说这个你其实就懂 人家派过来那个就是 这个是法律规定的 法律定什么 那个人就是 当然不可能派军权来 他当然是派一个军官来 他一般是将军的 大概是少将 他也有可能是中将 这个我不知道 你就看美国总统 他们怎么安排 所以你要非常清楚 你这一点错零分 你老板要是认错人零分 你认到蔡财远就零分 你认到蔡吉也是零分 他一定是美国总统 所派过来的军事长官 那个才是美国军事政府 为什么 因为这法律规定的 法律要定谁就谁 这是法律定的 他今天也在战争中 所以你要 无从战争法 他有 就是他这边的规定 你不要跟他乱来 那就没有事 你就会 平安上磊 平安下庄 对不对 你守法律就好了 不要去做那么笨的事情 去抢劫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那个是真的是天兵 我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 好那 我们再来讲 我们讲具体一点 这个台湾政府 就是USNG 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 你要记得 这个TCG不可以跟USNG分开 你是谁的TCG 你会变蔡采远的TCG 不行 你要说USNGTCG 这个TCG是有人的 是美国总统 跟国王部的 这样就没有人敢抢你了 没有人那么笨去抢美军的 这怎么抢 他不要抢你 你就好赶紧 你去抢美军 对不对 他是美国政府的海外特许公司 那我们有没有一个法人实体 有 那个是美国军事政府 帮我们做登记的 在哥伦比亚特区那边有做登记 我上一张有介绍 那个就是TCG 他虽然只有表明是TCG而已 可是你要知道这个TCG是谁的 是USNG的 那是台湾关系 把第三条B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还有旧金章条约的第四条B 台湾的主任权在美国军事政府的手头上 是从那边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TCG 就是USNG拥有的 就是美国总统跟国王部 他们帮我们办的 所以我们这个是USNGTCG 虽然我们在那个证书上面 我们只有看到TCG 但是实际上它是USNGTCG 因为美国军事政府 他不要在这里露头 他就让你TTCG扶在前面 挡在前面 他就是说他不要 他就是尽量不要干涉内政 就你们台湾人 你们的事务 你们台湾人自己来处理 那他背后在做监督 帮你们看一看 你们有没有乱做 你知道意思吗 那基本上你要是没有乱做 那就让你们台湾人 自己去处你们的内务 处理你们的内政 对不对 人家也不想管太多 所以这个USNGTCG 我们看到的都是TCG 可是你要记得 你永远要记得 TCG背后的老板一定是USNG 你对外你最好就是讲USNG的TCG 这样会比较完整一点 那这个TCG 他又可以被称为台湾政府 你给TCG又可以被称为台湾政府 你说为什么 这是法律规定的 在哥伦比亚特区那边规定的 所以你那个 我们一般在说 那个台湾民政 办的身份证 是台湾政府身份证 对不对 其实也对 其实也对 那是台湾民政 办的没有错 但是你要记得 那个台湾民政 背后谁帮你办 那张身份证 还是USNG 所以你要记得 这个TCG 是USNG的代理人 代理人你知道 所以你如果去做台湾民政府的关联 你就是USNG的代理人 所以他叫做USNGTCG的架构 这个符合 这个符合那个旧金战条约跟台湾关系法的规定 还有两次控美案 就说你台湾人没有国籍没有政府 所以由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来帮你想办法 所以他帮你想办法就是这样规定 就是USNGTCG的架构 就是台湾政府的架构 这个就是台湾政府 所以我们讲了一大堆在那边 那我问你台湾政府的本体是谁 还是美国军事政府 还是美国军事政府 你要记得因为这是战争中的政府 建政中的进户 他不是一般政府 那这个我们又讲到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要拿TCG当这个门面 为什么要TCG把你当门面 那这个 重点我跟你讲实在话 法律的规定 人为什么 因为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有处问权 那美国军事政府就是这么决定的 那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用法律决定的 那他的架构就是USNGTCG 那这个也是控美案决定的 所以这一切是美国军事当局 还有美国相关的法律决定的 我只能说这是法律定的 法律定的我也没办法改 我只能说就是这样 这种架构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说这是法律定的 人家美国法律定的 就是USNGTCG的架构 就是台湾政府的架构 我只能说这个真的里面全部都是法律 你要承认 这一套法律其实蛮复杂的 实际上你真的整个去了解 真的法律很多 那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说 是哪一条哪一条哪一条 那个里面全部都法律 那只要卡到什么法律 台湾关系法 所以但这个台湾政府里面 他用到的法律 有大概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台湾关系法 懂吗 所以我跟你说 你基本上你对台湾关系 你台湾关系要很熟 你才能知道什么是台湾政府 这样懂吗 所以这个台湾政府的 我们讲到第一个问题 控制权是谁在控制的 就是国防部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那大老板是谁 美国总统 还有国会 国会也算 为什么 因为国会可以影响到台湾政府的法力 还有他的预算 所以他也会间接影响我们 所以真正的大的老板 当然是美国总统 还有美国国会 真正在管理台湾的是什么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那基本上就国防部 国防部会影响我们 好 那这个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在帮你下下一个台湾民政府当局 这个就是台湾政府的架构 他就是长这样子 你说问了为什么 我说法律规定 国际战争法 你有旧金山条约 你有台湾关系吧 这个也有万国公法的规定 对不对 这个都是法律问题 所以你说这个都是法律 你如果要讲可以 我可以一条一条跟你讲得很详细 这个法律从万国公法哪里 万国公法就很简单 所有的地区都要政府 所有的人民都要国籍 你知道他意思吗 他就是刚好告了 就是告人权告国籍的问题 又告我们台湾人没有国籍 他也没有合法政府 这就是万国公法里面的要害 所以人家美国军事当局 想来想过去就是这样子 照台湾关系吧 由我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出面做保 帮你下下一个台湾民政府当局 就这样子 这个也都有法律规定 零制胜害两次控制 里面也有写 对不对 台湾关系吧 也有写 对不对 我们都一直在讲台湾关系吧 讲这个台湾政府 你们知道里面有写 然后还有对日和平条 也有写 对不对 那美国军事政府对台湾有处分权 这个都是法律的规定 所以我说为什么是USNG TCG的规定 就是他为什么是台湾政府 还是法律规定 就是我刚谈的那些法律 我也可以一条一条再教你 但是我前面都教过了 我相信这边就不用再附送 你到时候自己看书 那你就看到那些要害 我都有特别提 所以我这样讲完之后 跟你讲解完 那你自己去看书 那你自己去对照法律 那你会更清楚 这是法律规定 哪一条法律你还讲的时候 那基本上你就知道 这个台湾政府就是这么来的 有万国公法的规定 有国际战争法的规定 有旧金山条约的规定 有台湾关系法的规定 也有两次控美案的规定 对不对 一大堆的法律 所以我刚才说这是法律定的 对不对 你如果要了解 你来练书 对不对 不然你怎么当台湾官员 你以为当台湾政府官员那么简单 里面的法律有好几百条 那你每条都很熟 你知道里面在用什么 那你才能够灵活的运用 你看到什么法律 就是这个要按照什么法律去改 在不违反法律的原则之下 我要做适当性当前状况的变换 所以你要对法律很熟 那你要对什么法律很熟 基本上是台湾关系法 我跟你讲 你台湾关系法要不熟 你当台湾官员 你会当不好 因为你一定违反相关的法律 因为里面的法律很多 我还是说你还是要了解台湾关系法 其实你懂台湾关系法之后 你去当台湾官员 你会比较安全多 你才不会踩雷 你才不会说错话 你为什么踩雷又说错话 什么原因 因为你没认错 你没认错 你没有把台湾关系法里面读通 把它读懂 其实台湾关系法蛮难的 其实你懂得也不难 你不要觉得它难 有人教你 像我就觉得不难了 你怕什么 你有人可以问你怕什么 你有我可以问 我会教你 我会教你那就不难了 有人会 你怕什么就不难了 我们台湾有人会 人家美军那边也有人会 有人会教你 你怕什么 你不要怕 很简单 没有什么 这个不会比我念博士班还要难 这个东西算还好啦 不会很难 你懂了它就不难 不过你要就是像我这样子 你要花时间去研究 那你研究完真的 你懂了真的也就不难 东西就这么一点 你怕什么 台湾关系法才18条而已 你怕什么 你就一条一条跟它看清楚 你就懂了 像我这样子在教你有没有 一条一条跟你教你 那里面在讲什么 你懂了就不难了 你怕什么 没有人那个生下来就会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后 我们后天要学习的 台湾关系我也是后来才学的 我不是真的都一开始就会了 我也是学了 我都自己做研究 因为我是专门做研究的 所以我就继续研究 我博士班毕业完之后 我也继续研究 因为这个总要有人会 你有一个会 你其他你就会了 我再慢慢教 我有演讲 我有书 你看 你要是有一点 对不对 你要认真一点 你的天分 稍微你的悟性好一点 你一阵期间你就懂了 懂了其实就不难了 这个东西就这样子而已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 不要紧张 其实台湾关系你不用紧张 没人 像我这种人都学的会了 那有什么难的 对不对 你听什么 只要有人学的会 你会输我 对不对 你讲了 你时间再花多一点 你也是会 何况有人像我这样跟你讲解 对不对 有很多东西 很多角度讲给你听 你慢慢你就懂 演讲我有留下来 你再慢慢听 你多听几次 然后书你再看 你大概就可以慢慢 大概你都会体会到八分九分 你有大概能够懂到 我能够教你大概百分之九十而已 有一些东西 还是你自己去领悟 因为我还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 全部给你交到头 也没有办法这样子 因为有一些事情是我懂 但是经过这个口语的传达之后 我们还是有点BIOS 你的认知还是有点偏差 但是那个没有关系 至少不是大的偏差 至少你知道有这些东西 那错也还好啦 你慢慢去校正 那你错个几 你错个几 大概几次之后 你慢慢也会做调整 那你就会变正常 你大概 我大概能教你 大概只有九成 其他你要自己去领悟 非常多东西要靠自己 这个东西 美军也不可能帮你 你说你要懂台湾关系法 里面这些东西 人家美军也不能帮你 你不懂你就是不懂 对不对 你不懂就不懂 人家美军可以给你钱 给你什么资源 但是他没有办法教你这些东西 你不会就是不会 你讲这个意思吗 这个还是要训练的 这个台湾关系法 你还是要训练的 这个是 我跟你讲 是他算比较难的法律 台湾关系法 真的在所有法案里面 他算比较难 他算比较难 真的 他这难也还好啦 台湾政府是美国政府的海外特许公司 他因为那什么原理 因为那是 美国军事政府在USNG里面帮我们注册 在哪里 在那个哥伦比亚特区帮我们注册的 所以你要记得 TCG的注册人是谁 董事长是谁 是USNG 是美国军方的代表帮你注册的 所以 TCG的控制权 实际上在USNG的手头上 所以我们TCG是一个什么 基金会 是一间公司 有没有 TCG Foundation INC 那我问你 谁帮你注册的 USNG 因为这是法律的规定 所以我跟他说 虽然我们表面上 我们往对外讲 我们是TCG 可是你要知道 TCG的控制权在谁的手上 USNG 这是台湾关系法的规定 台湾的美国军事当局 跟你下下一个什么 台湾民政府当局 那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性质又是什么 它是基金会 然后是一间公司 有没有 TCG Foundation 那个Foundation就是基金会 那个INC就是公司 就是incorporation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因为那是台湾关系法 第六条的规定 那我帮你看一下 第六条在这里 由美国总统宣告 转型的台湾政府的非政府实体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 跟台湾政府的名字 都是一个非政府实体 这叫Pelotical Entity 就是No Governmental Entity 就是说非政府实体 所以说他不是一般的政府 但是他又是政府 你知道吗 所以他叫做非政府实体 他是一间公司 那这种公司 我跟各位讲 那有没有一些国际惯例有 就是我们在16世纪的时候 那个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民 台湾民政府 这个台湾政府的架构 实际上他是一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他这种是特许公司 一般由美国总统或国网 来帮你设立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政府是一个什么 美国总统的特权 那为什么美国总统有这种特权 因为他在军事占领你 你要记得军事占领是一种特权 所以他可以帮你设立一个什么 特许公司 因为军事占领是一种特殊状况 所以他也是一种特别权利 那叫做特权 你知道吗 我们讲的特权是一种特殊状况的权利 那不是说我要随便乱来那种特权 不是 是特殊状况的权利 是那种特权 特别权利 那因为他有这种特别权利 所以他帮你设了一个台湾民政府 这种特许公司 是由美国总统跟军事政府 他帮你设立的 这种特许公司 这种就是TCG 这个TCG又可以说他是台湾政府 你说为什么是法律定的 所以这个TCG又可以是台湾政府 因为台湾民政府就是台湾政府 可是台湾民政府的背后的老板是谁 USMG 所以他说这种架构叫做USMG TCG的架构 那TCG的所有权在谁的身上 USMG的手头上 就是美国总统跟国防部 是在他们手头上 什么原因 今天还在战争当中 所以权利一定从美国总统 跟国防部那边来的 那美国总统就是国防部的三军统帅 所以美国总统就是国防部 一属保 因为对啊 那你要承认因为国防部的leader是谁 还是美国总统 所以你要知道美国总统就是国防部部长 国防部长的部长就是美国总统 对嘛 你要同意吧 因为美国总统不只是三军统帅 现在是六军统帅 人家美国现在是六个军 除了陆海空 我记得还有一个海军陆战队 他算一个独立的 还有什么 我记得好像是海岸军方队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太空军 我记得美国现在是六军 他那不是一般的三军 我们要讲美国总统是六军统帅 他现在不是三军统帅 他现在是六军统帅 他是国防部长的国防部长 谁 美国总统 所以我们一般在谈 那个美国总统跟国防部 就会连在一起 因为他是六军统帅 好 那所以我们就来看 这个台湾政府他有什么特质 这个台湾民政府他有什么特质 特 是美国总统的特许权利 就是美国总统的特别权利 你知道所以他是一间特许公司 来那我们看他怎么形容 台湾政府是美国政府的海外特许公司 他的性质像荷兰东印度公司 该公司设有董事会控制 所以你知道我们 这个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务的董事长是谁 基本上是美国总统 所以我说会由美国总统来帮你宣布 你有没有 我给你讲过了 你这个台湾政府是由美国总统来帮你宣布的 就是USNGTCG的架构 这个台湾政府是美国总统来帮你宣布的 所以我们的董事长是什么 真正的大老板是谁 我前面就跟你讲过是美国总统 所以我们的大boss 就是董事长 基本上是美国总统 因为这是特许权利 我们今天讲台湾民政务这个架构是一般的特许权利 因为这是台湾关系法的规定 那你说在哪里 第六条之二 由美国总统宣告转型为台湾政府的非政府实体 美国总统来讲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战争中的政府 他是美国总统的特许权利 所以你看美国总统权利多大 他可以帮你造一个政府 你知道这是特许权利 他由美国总统造人家全世界才会承认你 我问你 全球最有权威的男人是谁 不是美国总统吗 由他来讲谁会反对 他是代表美国这个主权国家的法律跟命令 就由他来宣打 那谁能说不 人家美国政府都同意了 那你美国总统都同意了 那人家能够说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务 这个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务架构是谁来帮你成立的 美国总统 那那个法律他都帮你设好 他现在都等美国总统来宣布 那个法律都有了 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自己的政府 对不对 所以台湾民政府是不是一个公司 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政府 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 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行政 可以自己的立法 也有司法 有现代外交权 还有货币 也可以选择 辖下人民适用的法律 且不必适用荷兰法律 所以我们不用完全适用美国法律 你就照你台湾人你觉得什么法律 你就台湾人自己定法律 这就是什么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所以台湾民政府 他也是一间公司 但是他很像国家 他跟国家差不多 但是他不是一般的国家 他是特许成立的国家 是美国总统的特别权利 帮你成立的一个特殊国家 那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你没有台湾国 我们就讲了一天 你就没有台湾国 所以他就退而求 其实有没有很像国家的政治实体 有 荷兰东印度公司 这是国际法的惯例 这个以前开过 我在以前的路人那里有讲过一本 在台湾政府 那一边有介绍荷兰东印度公司 美国 他们的北美13州的殖民地 他们最原始是两间公司 美国最原始的政府形态是两间公司 一间是麻塞诸售 那个麻塞诸塞湾公司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什么 麻州 麻塞诸塞湾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你知道吗 就是他那个州 他的前生是一间公司 所以美国有很多州 他的前生是公司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什么 荷兰东印度公司 这个性子 有很多州 他的前生是公司 还有一间最有名的是什么 维吉尼亚公司 Virginia Virginia州 我们今天有个维吉尼亚州 有没有 他的前生是一间公司 那个维吉尼亚州 我们是一个国家的 你知道吗 但是他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是他是一个国家 Virginia 那个州就是一个国家 那这个维吉尼亚州的前生 就是那个维吉尼亚公司 Virginia 那个Virginia In Corporation 是什么性子 他是由英国国王 他所成立的特许公司 他这间特许公司在做什么 他在做那个什么 做移民 移民 他那个时候有很多 非常多的英国人 他从欧洲大陆上 移民到维吉尼亚州 所以就是由维吉尼亚公司 在办这个移民业务 这个维吉尼亚公司 他非常像一个国家 他有什么 他就是一个国王的什么海外政府 他是由英国国王所成立的海外政府 所以这个维吉尼亚公司 他本身就有政府的权利 然后他有 他有自己的军队 然后他有自己的行政立法司法 还有他可以跟人家打契约 他有限的外交权 然后他还有 他自己的货币 他可以自己订 比如说那个时候维吉尼亚公司 他们的货币是什么 烟草 他们是用烟草当货币的单位 他用烟草当买卖 他那个时候算盎司 你有几盎司的烟草 他就当货币 那你可以换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有义务交易 是用换的 他可以自己发行 类似自己的货币这样子 他的货币要什么当货币 就由他自己决定 他觉得好就好 他觉得方便就好 所以有一段期间是用烟草 当然他也用英镑 你知道他可以自己决定 所以这种荷兰东印度公司 就拥有什么 海外的特权 是英国国王的海外特权 那一样我们台湾政府 这个台湾民 这个台湾民政府公司 就是美国总统的海外特权 懂吗 所以我们是特权 我们是海外的特权 我们就跟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 几乎是一样 差不多都一样 这个是有国际法的惯例 因为那个印尼你知道吗 今天的印尼你知道吗 他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管了300多年 快将近400年 印尼你知道吗 今天的印度 印度 印度 印尼的前身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然后最后那个荷兰的国王就让他们独立 然后他们就建立一个国家叫做印度尼西亚 所以我们台湾如果未来要建国的话 就会非常像荷兰东印度公司 那个美国总统会把我们台台湾民政府交还给天华 然后由天华帮你说建台湾国 懂吗 那个印尼的独立就是这样子 人家印尼的前身是荷兰东印度公司 还有今天的维吉尼亚州的前身就是什么 维吉尼亚公司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马赛诸塞湾 今天的马州 那个前身 他就是一间公司叫做马赛诸塞湾公司 我在那个论文里面有介绍 你可以自己去看 那个是有国际法的惯例 所以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 这个台湾政府的架构 实际上是美国总统的海外特权 所以这是台湾关系法里面讲的 在第六条的A的第二项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关系法第六条 我让你看一下原文 原文在这里 这是美国再来协会 这是台湾关系法 美国再来协会的部分 第六条A 美国总统或美国政府各部门 与台湾进行或执行的各项方案交易 或其他关系 应在总统指定的方式或范围内 经由或透过下述机构来进行实施 第一个是美国再来协会 这是一个依据哥伦比亚特区法律 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公司法 所以我们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我们登记在哪里 哥伦比亚特区 也有没有 一样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 也登记在哥伦比亚特区 美国再来协会也是 所以 这个美国再来协会 他就会转型成为什么 台湾政府 就是这个什么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法律 外接一样 都在哥伦比亚特区里面设立 所以你直接做转换就好 所以我刚看到这一条 还有看到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证书 他在哥伦比亚特区 那就对了 因为法律的外接 完全一模一样 那就直接换过去就好了 所以 我跟他说 美国再来协会只要换个证 他 他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他就是台湾政府 实际上 我们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总部在哪里 你还不知道 在AIT 他那个里面有USNG 也有我们TCG的部分 现在都全部在 在AIT 在AIT里面 我跟你讲 真的 这是法律规定 我们都在哥伦比亚特区成立的 有没有 那TCG是不是 是吗 那AIT也是 那什么原因 来 下面这里讲 总统指定成立继承上述协会的 相应的非政府实体 他就在讲这个 海外的特许公司 就是我们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的台湾政府架构 就是这一个 所以未来AIT 他就会转 他就会转型 称为台湾政府 AIT他会转型台湾政府 然后他下面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美国军事政府 然后跟你再夹一个台台湾民政 所以未来AIT 他就会转型成为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懂吗 OK 这个法律都有 你要知道这个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架构是一个什么 美国总统 海外的特取权利 他就跟那个荷兰东 印度公司是一样的 完全一模一样 差不多 大概90%都一样 当然他受限于台湾关系法的规范 所以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 荷兰东印度公司 在设立的时候 他没有 法律的规范 没有那么多法律的规范 但是我们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有法律的规范 什么法律 台湾关系法 台湾上面有个母法跟你压着 所以你要守台湾关系法 所以台湾关系法 对我们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的架构是直接的影响 所以你如果不懂台湾关系法 你再了解台湾政府的架构 会有问题 那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我们这种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 很不一般 很不一样 他是美国总统的海外特许权利 所以由总统来成立 总统指定成立 继承上述协会的相应的非政府实体 他就要讲这些东西 但我们再来看 第六条里面讲 美国总统跟美国政府的各部门 你与台湾进行各项方案 所以你台湾的国际地位 这个方案要正常化 由谁来执行 由AIT来帮你执行 所以你看 丽英杰最近都在帮我们台湾说话 其实他也是在帮我们台湾民 台湾民政府说话 但是我觉得他的法理要加强一点 他要对台湾关系法 他要更了解 他才能够执行的更到位 我觉得丽英杰的法理 可能还要稍微再加强一下 他应该把我们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这一块 慢慢要带进去 就是要执行美国总统的 林志生的控制 里面讲的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委 这个也是台湾关系法的规范 你知道吗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是美国再来协会 他们未来要做的 他们现在就是做台湾政府 像丽英杰她开始就会讲说 他们是台湾政府 他们是台湾政府 我们跟蔡英文要组一个台湾政府 他会讲类似的话 那你跟他听到就对了 那最后那讲到最后 美国总统就来 他也说成立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委 这台湾政府架构 这个是你们台湾人的政府 他就这样子 美军就去台湾 就开始增长化 USNG PCG的架构 这个才会合法律 所以我们讲的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委这个架构是对的 这个法律是通的 这符合台湾关系法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一定对的 你绝对 我告诉你 你不可以在这里弃权 这里是真的 这个法律每一条 讲的我们 这个我以前都讲过 全部都有啊 人家不是拿 人家是有的 那是你没有看清楚 你要自己把这些法案都看清楚 我自己都跑去关岛市的 我说这些新闻景象 他说我没有武器要带出去 我怕一个了 就对了 这是美国军事政府 他办的什么 办的一个什么 台湾政府 这个就对了 这就是我要的答案 我自己都去试了 法律也在这一边 所以你怕什么 一定对 这一定对的 但是我跟你说 这些是时间性的问题 你有没有那个耐心 你懂不懂法理 你能不能坚持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在法律上 我们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 市统是独立于荷兰帝国之外的国家 但是仍然受制于荷兰国王 台湾政府USMG TCC 就类似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运作制度 被美国政府及法律 市统是一个国家政府 是美国政府的海外特许公司政府 是吗 就海外特许公司 日常营运主导权在台湾当局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USMG 控制权在美国总统 美国国委为主 极其主要授权的 台湾美国军事政府当局 台湾USMG Authority 极其下辖的台湾民政务当局 台湾keyboard government authority 那就是我们的权力的来源 从哪一边来的 我们TCG的权力从哪边来的 从美国总统 国会 然后还有就是军事政府那边来的 他授权我们TCG这些权力 按照法律 我们是USMGTCG的架构 是由美国总统 那个USMG帮我们成立的 列给USMG 实际上就是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就是USMG 懂吗 为什么 因为他是六军统帅 他不是三军统帅 他是六军统帅 美国现在有六个军 他是六军统帅 所以人家有那个权力 人家 你要讲USMG 你就想到美国总统 你有看到我们的电视一打开 都是川普 他在跟我们台湾人 就是介绍川普 川普就是我们未来的USMG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因为他会来台湾 所以你看看 我们台湾的这个电视台 每天都在报川普 他就是要让你台湾人熟悉川普 川普 我跟你说 他就是USMG 他是国防部长的国防部长 就是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就是USMG 他会派代表来台湾 他会派来 他可能会派国防部长来 他可能会派他的将领 那就代表USMG 所以USMG是美国总统 他才有那个特许权力 你知道意思吗 他说帮你办台湾民政 所以你记得 你这个TCC谁办的 美国总统 这里有没有 这个台湾关系 这一边 大概第六条 总统指定成立 是总统指定成立 那就讲得很清楚 老板是谁 USMG TCC的老板是谁 美国总统 所以美国总统实际上是USMG 然后他跟你夹一个台湾民政 说得简单 因为这个我是照法力讲给你听的 我们的训练也知道 我们台湾的国际地位是 日本天往所有美国总统在军事占领 那有没有一样 也是一样啊 也是日俗美战啊 这里讲的就是美战 美国总统在占领 那占领谁的 日本天王的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清楚 所以由总统指定成立 有没有 继承美国再来协位的 非政府实体 就是我们这个 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 为架构 是由美国总统来宣布的 如果我说 美国总统说你成立就成立啊 我们这两天不是有消息吗 最近这一个礼拜 他不是说 那个美国总统是不是也要来台湾 有没有 你看最近都有消息在传了 有没有 会他会来 他会来 人家国民党他们也说啊 我们欢迎美军进来台湾啊 你们都不是看到了吗 就代表人家美军要进来了 这个蓬佩奥也会来 美国总统川普也会来 人家都有在放风声 有没有 就赶紧试一下水温 有没有 那个就要来了 所以才有这种讲法 好 那我们再回到 我们的要讲的内容 好 这里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看一下法律 台湾关系法第六条A 美国总统或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各部门与台湾进行 及执行的各项方案交易 或其他关系 应在总统指定的方式或范围内 经由或透过下述机构来实施 依美国在来协位 这是一个依据哥伦比亚特局法律 而成立的非盈利公司法人 二总统指定成立继承上述协会相应的非政府实体 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美国军政府 台湾民政务是由美国总统来布达 是由他来指定 所以美国总统会来台湾 会来台湾跟我们宣布这些 那个美国总统川普的大老板 大BOSS 那台湾关系法第15条2 台湾术与江市情况的需要 包括台湾及澎湖群岛 这些群岛上的人民公司 即根据适用这些岛屿的法律 而设立或组成的其他实体或社团 即是1979年1月1日以前的中华民国 被美国承认作为像是台湾上面的管辖当局 以及任何后续继承的管辖当局 包括政治分支部门机构等等 所以为什么中华民国 他可以用台湾 你知道为什么中华民国可以用台湾 就是台湾关系法第15条之二 这个我以前就讲过 这一条对我们台湾人是最伤的 他把这个中华民国跟台湾在混用 那什么原因就是这一条 就是说你看 1979年1月1日以前的中华民国 被美国承认作为像是台湾上面的管辖当局 你也可以使用台湾这个术语 台湾术与江市情况的需要 所以这个中华民国他也在用台湾 就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中华民国台湾在混用 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把我们台湾吹到 这就是烟雾弹 中华民国他可以用台湾 你就乱了 一下子台湾一下子中华民国 你就会以为中华民国是台湾 实际上我跟你讲 台湾是台湾 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在台湾岛上的一个流亡政权 他的性质还是没有变 他在台湾关系法一样 他还是流亡政权 所以这个中华民国本来他本来就是流亡政权 那他实施台湾关系法之后 他还是流亡政权 他变成台湾机构 一样还是流亡政权 他的外 他还是流亡政权 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就一直在流亡七十几年 他到今天都还没办法回去 所以他仍然在流亡 他只在美国看到不行了 我们要处理台湾的国际地位 我要正常话 我不要跟你在玩中华民国台湾 人家美国要自己来 台湾是美国政府的利益 台湾防卫安全受美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保障 台湾目前受制于国际战争法 国际托管法 适用美国国内法及美国政府保护中切 台湾是美国政府的核心利益 就国际战争法而论 台湾是美国总统的军事占领地 本土台湾人民 日本成名的人权及安全 由美国总统及其军事政府来保护 是合乎国际战争法的精神 台湾是美国政府的核心利益 这句话是根据对日和平条约精神 及国际托管法而来 对日和平条约中有谈及日本国政府 动作托管地如何安置的原则 就是采用托管法 所以台湾也是由美国政府基于对日和平条约 取得的托管地 台湾是美国政府的托管地 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内 因此也才说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 是基于国际托管法的原则 所以你为什么人家说台湾关系法 是美国的国内法是因为托管 你今天台湾受美国的托管 然后他又跟你占领 那是旧金山条约的规定 就是对日和平条约 台湾防卫安全 受美国政府及美国宪法所保障 是基于台湾人处于国际战争法的保护阶段 且台湾是美国的托管地 被视同是美国国内相同的保护 且台湾是美国政府的核心利益 台湾的安全利益 视同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利益 台湾关系法第三条西中的重要陈述 遭受威胁 由此产生危机美国利益时 应迅速通知国会 总统和国会将依宪法程序决定 美国应付上述危险所应采取的适当行动 所以我们台湾是美国的利益是基于什么 基于托管 因为你今天台湾是日本天王 托管给我美国政府 所以我有那个责任义务 把你台湾保护 那我对台湾也有处分权 所以我要造一个USMTCC的架构 我美国政府我这边说的算 那蔡英文也不能反对 因为蔡英文他只能听命照办 他没有决策权 美国总统说怎么样都怎么样 所以我们要造台湾政府 你放心蔡英文绝对不敢阻挡 你放心蔡英文他一定配合 你知道为什么赖清德他最近都不敢讲话 什么原因 人家赖清德他早就说台独工作者 结果今年2月去美国国防部去一趟之后 到今天都乖乖的 乖乖好像真的够了 有什么原因 你就看赖清德就好 以前都在台湾说台独工作者 2月份去国防部之后都不敢说 回到现在都乖乖乖 你现在看到赖清德的身影也没有 因为他知道 或是这样 以前都不对 你如果不是你看赖清德就好了 希望你们有赖清德的明白 你知道意思吗 如果赖清德愿意跟你讲 他就是我这样跟你讲 因为我讲的可能比赖清德他知道都还要清楚 因为我讲的是法律 但是他去国防部里面是接受震撼教育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他回来人家也知道 美军的占领地 台湾是美军的占领地 他就是我们的世纪而已 如果赖清德这样跟你讲就对了 他就是去国防部就是讲这些话 所以人家他回来之后 以前说他 你知道吗 人家说的 憲笑 我就不知道台湾这么多 不好意思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人家赖清德回来 人家嘴巴都闭着 那个是聪明的 因为他终于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今天还在战争中 他回来就懂事了 以前他都说他台独工作者 好了 改了就好了 清楚就好了 我们就不要再说说他怎么 人家改就好了 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人家他回来都不敢讲话 他好像孤儿子 这样就对了 不过以前都说他要台独 台湾又能处理掉 你知道意思吗 现在人家说的 放他回来 你如果看你就看有了 那叫做台独家狗 跟你说你去外 最近怎么赖清德都不敢讲 你知道去年 你知道吗 有什么喜乐道 你会记不 那什么人不要你先讨的 赖清德 他现在回来 你会怪似狗子 他还有敢再讲喜乐道 现在他敢跟我说 他什么都不跟我说 这样就对了 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是 你问赖清德就知道 你如果跟他有熟 你就知道这不是公生球 我讲的都是严重性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台湾是美国的国内 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就这样子 因为你今天是属于天皇 是天皇交付给美国总统 所以人家美国总统要把你雇 他还要赔你钱 为什么 人家美国政府 他为什么要赔你控美案 这笔人钱 为什么 因为你的老爸是天皇 你今天做不对 我对不起天皇 所以我才要赔 你如果在我阿沙布的国家 人家才不鸟你 你自己的老爸是天皇 所以人家在赔你钱 你开玩笑 哎 你如果去阿沙布的人 我跟你说 那身份也不一样 在赔的不一样 你今天日本 你去阿沙布是天皇老子的人 你知道意思吗 我就是天皇老子的人 所以当然也赔了 不说多少 你阿沙布不是一般人 你不是中国难民 你如果是中国难民 那不用赔 你又九死一万的 你也不用赔 你九死一个皇民 你都不能赔 你这样 你知道意思吗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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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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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才能怎樣 對不對 你要知道你的價值 原來我不是難民 我是貴族 你就知道你會想日本臣民 你的老子是天皇 天皇老子 你不是一般的人 你是日本臣民 你不要跟那些難民在那裡 人家說 見笑待 你跟那些難民在那玩什麼中華民國的選舉 見笑 你是日本臣民 你是天皇的人 你在跟他拚難民 在玩那些遊戲 等於在那邊靠騙 你讓天皇知道你們這都這樣 我跟你說 不怪人家一部人都沒什麼去跟我們進 就是這樣 這整天跟那些詐騙集 中華民國的詐騙集團 在那邊選舉人家看到說 怎麼這樣 對啊 你都把天皇的這個民主嚇了 你是天皇的人 你不要跟他拚假好不好 跟中華民國詐騙集團在那邊選 叫不見笑 你知道嗎 你如果知道好見笑 跳來我們這個臺灣政府不才對 對不對 人家為什麼要賠你錢 美國政府為什麼要賠你錢 為什麼 你要講為什麼 啊因為你的 你爸是天皇啦 這有價錢啦 你如果去A就一些阿砂布的國家 我們不認識的 對啊 死就死了 那跟路比死在那裡搞什麼不一樣 你今天有價錢的所在是因為 你的無國是日本啦 啊你又天皇的人 那叫做日本臣民 所以我說我們這人背來不借我 我要講 因為你是皇民 你不是更一般的人民喔 你不是難民的 你會記得你現在恢復國籍啊 你是日本臣民的 啊人家把你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是主要佔領全國 到那裡中華民國難民 難民政府給你黑白 所以他們都要背你 你知道嗎 如果中華民國背得不夠 是這個 美國政府要背的呢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喔 他們喔 我跟你講他們都不需要太多人 會背死 你如果 那幾個台灣兩千萬的 日本難民你都要來給他 我要講他才不會的 你會背死喔 所以他說這四萬兩千 我夠我夠我夠 你這林志生在詐騙集團 你們在那裡關 夭壽才能把你放起來 他怕 林志生還選團隊夭壽 你如果來不是四萬的 如果四百萬的他就背死了 他不敢那麼多人 你知道意思嗎 快快四萬的快就把你 快快把你動起來 這詐騙集團不敢再來啦 沒有啦 所以我告訴你 我們 台灣民政府既然是叫 美國政府控制 他不需要人超多啦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看這個人數高 快快撞起來 快撞起來 快撞下去 你知道嗎 這詐騙集團不敢再來 你再來我會背死啊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這套是賠償的呢 你也知道這個控制 在最高法上 我們這套是民事告訴呢 你知道嗎 還有卡到民事的呢 你知道嗎 這案是上軍事法庭 他還有附帶民事求償的 你都不知道齁 所以你會知道 我們比較快四萬的 比較快打東 那有關你們的 說你們這都詐騙集團 我告訴你 我很愛這個詐騙集團 你知道嗎 那是真的嗎 那是真的啦 我們叫一個 詐騙集團 中華民國說我們詐騙集團 這樣就對了 他如果說我們詐騙集團 那就是真的 你什麼事情反正看 那種就對了 我們在法律裡面也有 台灣民眾在法律裡面都有 你都看得到 這樣就對了 我們愛的就是法律 因為法律他就簽不到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就對法律 你身份證件也有 你會有國際也有 抗議也有 你怕什麼 台灣關係也有 我怕就是有什麼說台灣關係吧 要證明我們台灣民政府是有法律依據的 他不是亂講的 以後我們如果起來的時候 很多人要問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都在忙 你自己去聽就好了 還有台灣關係法第二條B之456 是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的未來 包括使用經濟抵制及經營 將被視為對西西太平洋地軍和平及安定的威脅 而被美國所嚴重關切 5提供防禦性武器給台灣 6維持美國抵抗一切訴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威脅手段的能力 可能圍擊台灣上面人民的安全社會經濟體育 所以這個他也在保護中華民國這批難民 這也有說了台灣上面的人民 所以你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你跟他看很多英文版號 people on Taiwan 台灣上面的人民 這個你稍微要注意一下 因為台灣上面的人民我前面就有講過這個問題 他也可以指拿中華民國籍的難民 他也可以指我們這些日本臣民都是台灣上面的人民 我要講 people of Taiwan跟people on Taiwan 我前面就有講過這個問題 people of Taiwan指的是日本臣民的 我們這批華民真正的台灣人 所以people of Taiwan是有限定的 不是所有人都是people of Taiwan 但是我們所有人這2300多萬都是people on Taiwan 2360萬都是people on Taiwan 但是people on Taiwan他不一定是people of Taiwan 如果是中國難民他們是people of Taiwan 但是他們不是people of Taiwan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有兩種人 一種是people of Taiwan 你就是台灣公民 就是我們日本臣民那是people of Taiwan 如果people on Taiwan他可以指中國難民大概200萬 也可以說我們people of Taiwan 也可以說我們people of Taiwan 那個也是people on Taiwan 所以他就這樣子用了一個比較廣泛性的台灣人民 叫做people on Taiwan people on Taiwan裡面的人多的 主要是什麼 日本臣民你也是people on Taiwan 那中國難民他也是people on Taiwan 所以我們大家現在都people on Taiwan people on Taiwan基本上指的是什麼 難民政權 這個台灣機構它是一個難民政權 所以蔡英文這個禁權是難民政權 是流亡政權 在台灣機構這邊的法律 他仍然是流亡政權 有什麼他沒有國際的 他無國際 這是最高法要講的 台灣機構他還是無國際 這就是難民政權 人家說台灣關係的 帝斯也說這叫做美國總統設的台灣機構 台灣難民機構 台灣政治機構 這個美國總統持的狗就是這樣 所以賴經德去美國之後回來都不敢飛了 就是這樣 乖乖 對啊 那頂尼都在說什麼台獨工作者 有一個喜樂道 這你都看得到 現在去這個國王部回來都不敢說 他人家知道了 有什麼事情 大家說哇夭壽 台灣美軍 可能美軍還有給他警告 你回來不要再亂講 不然你總統會當不滿 你副總統會當不滿 你副總統會當不滿 你知道的意思嗎 因為我聽說頂尼 他在說這個喜樂道的事情 美國那邊的聲音很大 所以他去國王部他一定被警告 所以他回來賴經德都不敢講 你看真的很乖 你記得賴經德是很衝的人 現在回來都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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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你們去分家 我們才是people of 台灣 你若持台灣公民的人 你就是people of 台灣 再來就是台灣關係法第二條C 他講人權 就是碰美案就是人權 台灣關係法第三條 為促進本法第二條的政策 美國將向台灣提供必要數量的國王物品及服務 以使台灣能保持足夠的防衛能力 B 總統和國會應根據對台灣需求的判斷 根據法律規定的程序 確定此類國王物品和服務的性質和數量 決定及包括評估上述台灣防衛需求 應該包括美國軍事當局的審核 這是重點的審核給予總統和國會的有關建議 其總統被指示如意台灣上面的人民安全或社會或經濟制度遭受威脅 由此產生危機美國利益時 應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 決定美國應付上述危險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 好這是第二 這是第三條C裡面講的一些重點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美國今天 美國政府今天在主管台灣的安全 還有你台灣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是日俗美戰 台灣是日本天王所有 美國總統在占領跟託管 所以你今天台灣因為你是被天王交付的 所以你今天美國總統 跨就是他的信託利益 託管的利益 所以你台灣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因為未來要把你交為天皇 所以我們台灣是有託管的性質 是美國總統在託管大日本帝國天皇的台灣 所以你是日本臣民 這片土地是台日本帝國天皇 人家天皇要幫台灣人建國 你要建國回去找天皇 這個美國總統也不能幫你這個 因為台灣的國際地位畢竟是日俗 是大日本帝國天皇 你的記者是大日本帝國天皇 不是日本日本國政府 不是喔 你是屬於天皇的人 天皇跟天皇下面的政府那不一樣 天皇是天皇 你知道嗎 他是皇帝 他叫做大日本帝國 你要記得我們的老闆 就是我們的後頭是誰 是大日本帝國 是天皇 日本國是我們的兄弟 是大哥 我們算小弟 我們還有一個二哥 誰 朝鮮那是二哥 大哥是日本國 二哥是朝鮮國 小弟就是我們台灣國 我們這個國是天皇 未來會幫我們建的 所以他現在給你造一個台灣政府 未來把你交回給天皇 天皇就會幫你层級降下 給你做台灣國 這個都有幫你安排好 這個法律都幫你安排好 這個都有慣例 因為我今天講的這個東西 都不是我發明的 是本來就有那些法律 那是你沒空 這個人家都幫你安排好 那不是只有我懂 人家那個專家一看都知道你寫的是對的 你知道嗎 我們是專家 你知道意思嗎 我們現在我一直變專家 你知道嗎 他們東西拿給我看 我就知道這個是對跟錯的 你知道意思嗎 你只要東西拿給我看 我跟你講那個法律對不對的起來 我知道 這是真的 我們以前的約束 就是這個法律規定的 我們要照這個法律來執行 所以你遵守法律很重要 你那個以前的法律也很重要 未來的國際機會 台灣國際機會 你才合得起來 然後台灣政府不與美國政府保持外交關係 台灣政府是外國政府 這裡面講到有兩個要點 台灣政府是美國政府 是美國總統所設立的海外特許公司 那跟美國會保持外交關係嗎 不會啦 是內交啦 不是外交啦 我們跟美國政府不會有外交關係什麼 我們是他的國內啊 怎麼會有外交關係 那你托管的怎麼會有外交關係 是內交 你知道嗎 你跟你爸爸的關係是外交關係嗎 你不要笑話了 不好 那是內交關係 那是外交關係 你知道意思嗎 那是家務事 所以我們台灣的問題是美國政府的家務事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人家美國政府怎麼寫一堆法案在我們台灣上面 台灣關係法 台灣旅行法 台灣保證法 台灣防衛法 台灣什麼法 什麼法 這怎麼都美國總統跟國會寫的 莫名其妙啊 什麼原因 因為是國內關係 所以不保持外交啦 他這個話都跟你講 講那個沒有的 講說不是外交 那是什麼他都不講 就這樣子啊 他說 所以 台灣關係也敢打 台灣人不敢說說說 逼啦 這台灣關係把第四條B 前項鎖定美國法律是適用 包括下屬情景 但不限於下屬情景 一 當美國法律中提起外國民主國家聯邦國家政府 或與之有關之實體時 這些資料應包括台灣在內 而且這些法律應對台灣適用 有沒有 所以你台灣是 就美國法律 因為你要屬於外國政府 所以你台灣民政府是外國政府 但是是美國總統所設立的外國政府 什麼原因 因為你台灣民政府的組成都是外國人 所以他還是把你看成你台灣民政府說 你是外國政府 你是外國人的政府 但是是我美國法律設的 反正這是法律的規定 對 你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我 我美國政府在控制的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錯 但是你台灣民政府 他媽裡面都日本臣民啊都黃民啊 我總不能把台灣民政府的人都 看成是我美國政府的一部分 那是我在托管的 那畢竟不是我的 但是法律上控制權在我手頭上沒有錯 但是我不能說這個台灣民政府 是我美國政府的財產 我就不可以完全這樣公益 這個我是托管的財產 我未來還是要交回去的 我還是把你交為給天皇 所以這個台灣民政府所謂這個台灣政府的利益 實際上是這樣的 是美國總統他們在控制 是他們在控制的 但是未來 他們會把你轉為給天皇 所以他們在法律規定說 你們這個狀況 台灣民政府這種狀況 你還是把你看成外國政府 那你說為什麼是外國政府 然後你又是國內關係 這是法律規定的 我剛剛跟你說是這樣 因為這是法律定的 所以這裡都你要稍微要記一下法律 對 我們台灣是美國的國內沒有錯 但是他在政府這一塊跟你規定台灣政府的時候 他要把你視同是外國政府 因為你畢竟有一天 你要與我美國政府做分離 你現在是托管而已 我改天來是要把你交為給天皇 那這樣子我還是把你看成是外國政府 懂嗎 因為你真正台灣最終國際地位的時候 你美國政府跟台灣政府的關係 你還是外國政府 對不對 是嘛 你要承認未來如果有台灣國的時候 那台灣國跟美國政府是不是外國 所以他就直接在法律這邊就把你定了 他就把你台灣民政府 視同是外國的政府 那你說為什麼這法律定的 為什麼這樣跟你講 他就是這麼定 所以你還是要遵守法律 對 你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美國總統設立的 但是他說你這種政府 是外國政府 因為你裡面都是外國 你看你兩千一百萬的日本成名 你看那裡面都是外國人啊 對我美國來講還是外國人啊 對是我美國總統設的沒有錯 是我在控制的沒有錯 但是裡面都外國人啊 都是都是黃民啊 我總不能說這一批黃民 他媽的全部是我美國人嘛 所以我說你這你就這一批 這個台灣民政府 你這批兩千萬兩千一百萬的台灣公民 你還是屬於屬於外國政府 他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台灣民政府是對 是國內關係沒有錯 是在美國政府是國內關係 但是他還是把你看成外國人的政府 所以你要記得啦 他就是法律的規定 每當適用美國法律 須引避遵照台灣陷阱或就有法律 則台灣上面的人民所適用的法律 應被引避遵照 這非常簡單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法律沒有錯 但是如果適用你台灣人的法律 你台灣人自己定 這是台灣關係法的規定 就是適用你台灣人的法律 你台灣人自己定 所以我們未來會寫自己的台灣基本法 你知道我們很重要的時間就是定我們台灣人自己的台灣基本法 那我們跟美國軍事政府到時候再談 談我們這個法律怎麼定 我們還要我們要跟他check 台灣依據美國法律在美國法院中起訴或應訴的能力 不應由以勸勸外交關係或承認而被消除剝奪修改拒絕或影響 所以林志生他為什麼是一個外國人可以扣美 因為是台灣關係法第四條第七項的規定 你按照這個台灣關係法那你可以去扣美 你有權力去扣美 所以林志生為什麼可以扣美 為什麼美國軍事政府就要林志生來扣美 因為法律早訂好你要來告我 我會幫你成立台灣民政 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 就是台灣政府 這個找四十幾年前找安排好了 在美國法律對外交關係維持或承認 無論民事案是均不適用於台灣 所以你美國對台灣或台灣對美國不會維持外交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是他的國內啊 所以他不會維持外交關係啊 所以你是內交啊 所以我們台美未來會有管道啊 只要透過军事政府 我們可能跟美國國務院那邊有管道 跟美國總統那裡有管道 跟國務部我們也會有管道 跟國務院也會有管道 跟美國政府都會有管道 那未來就是我們要做 所以我們非常多的事情在做外交 不是啊 跟美國之間的內交啊 那也不叫外交啊 就是內部的協調會議 比如說台美 我們台灣跟美國有一些法律要簽 台灣關係法第七條A 依照美國法律之規定 由美國總統指定 被授權執行在美國境外的領事目的 執行其他行動來協助 及保護美國人民的利益 所以這個未來這個AIT 他也有領事權 所以他也非常像未來的美國的外交部 未來那個美國可能也會在我們台灣設大 設什麼 一個大使館之類的 那他就是一方面在保護我們台灣 然後 因為他要執行台灣關係法 他也會給我們台灣的簽證 所以我們那個台灣政府 有沒有我們會發護照 那這個護照是誰發的 非常簡單 美國軍事政府發的 他就會發台灣的旅行證件 然後他說這個台灣的旅行證件 叫台灣政府身份 台灣政府護照 他由你台灣民政府去代發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他會給你權利去發那個護照 還叫做台灣政府的護照 所以我們未來會有台灣政府護照 那個外交我們是台灣政府護照 為什麼 因為這是台灣關係法的規定 因為你已經有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這個架構 所以你用台灣民政府的名義去發 他有護照叫做台灣政府護照 所以為什麼美國軍事政府 他要設一個台灣民政府 叫做台灣政府 那就是在那裡 你知道意思嗎 因為他不要用美國軍事政府的 那個什麼 泰州在發 所以他改一個台灣民政府在發 那叫做台灣政府 反正法人你就知道 背後的老闆是美軍 他的前台是台灣民政府 這樣就對了 所以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的架構 反正你 最後你拿到一定是台灣政府的護照 我幫你補照 為什麼 因為他台灣政府身份證 他都敢發給你 他不敢發護照給你 你用膝蓋上也知道 不要亂嘛 體育反三嘛 你也知道你拿到一定是台灣政府護照 那個是誰發的 美國軍事當局發的 他叫國土安全局幫我們發的 那個是美國的領事權 就是這條 就是這樣 美國總統指定被授權執行美國境外的領事目的 有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未來也有花那個簽證的錢 就是美國總統他派的這個什麼 領事 所以他也會派領事來台灣 現在有你說 說未來有一個美國的大使要來台灣 他就是幫我們發台灣政府護照的 因為他有領事權 他有那個權利 就是幫我們做這個台灣政府的護照 反正就由他們去處理就對了 你再想一個問題 中華民國的護照都可以 我們這合法的台灣政府不可以嗎 用膝蓋上也知道 中華民國護照就在發了 他都可以了 那我們這個合法的 對不對 台灣政府護照不行 對不對 用膝蓋上也知道 我們一定更可以 這個人家那個 美國的領事他們就會來我們 台灣幫我們發 你放心 那個做護照的問題他們會幫我們做 一定是台灣政府護照 我就看那個身份證 我就一看就知道了 台灣政府身份證 你不會拿你的護照來看 是不是台灣政府身份證 他台灣政府身份證都給你了 他不敢發台灣政府護照給你 這個膝蓋上也知道 他就新聞證給你啊 那他護照不會給你嗎 還是台灣政府護照啊 那有什麼困難呢 我看事情就很簡單 人家就用領事來幫我們發就好 你會給他台灣政府的背後的老闆是誰 美國政府 所以他用美國政府的名義給你 回家 回家 來 台灣政府背後的老闆就是美國政府 所以他會派這個領事來保護美國跟保護台灣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我美國的利益 現在我在管 所以我可以幫台灣人 代行台灣政府的權利 然後我也可以幫他代行台灣政府的護照 甚至你台灣政府可以自己發貨幣 你怕什麼 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叫做台灣關係法有沒有 你看台灣關係法裡面藏很多機關 那你這些機關你都要看得懂 那法律從哪裡來的 你台灣政府護照的法員在哪裡 就在這裡 人家美國政府對台灣有領事的權利 你已經看到了 美國總統指定被授權在美國境外的領事目的 即執行其他行動來協助及保護美國人民的利益 那是台灣關係法第七條A 那是台灣 那是美國再來協會業務 那他可以保護美國人民 他當然可以保護我們台灣人民 沒有問題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政府針對台灣的優先法律 美國政府針對台灣的法律政策 以台灣關係法為最優先法 且高於美國法律 也就是說台灣可以不必適用美國法律 台灣政府USNGTGG 可以制定本土台灣人的專屬法律 這個裡面有講這些東西 台灣關係法地鐵老西 該協會設立或執行業務所 依據的哥倫比亞特區各州 或政治分支單位的法律規則 章程命令 阻南或妨礙該協會 依據本法律組織公司或執行業務史 此等法律規則章程命令 必須將本法案視為最優先的法案 所以台灣關係法是優先法 所以未來做台灣政府的時候 他會用台灣關係法 所以台灣政府的母法是什麼法 台灣關係法 所以你一定要用台灣關係法裡面的規範去製造台灣基本法 這樣子你才不會違法 因為這是法法 法律的規定 你要照台灣政府 你一定要遵守台灣關係法 所以你在寫基本法裡很多東西 你一定要看我為什麼要讀這個台灣關係法 因為未來我們要寫法案的時候要遵守台灣關係法 所以你們也要懂 我當然懂 那我要把你們教懂 你們未來在看法律的時候 你們在看得懂這個法律從哪邊出來的 他在講什麼 這個東西很複雜 我到時候也沒有時間這樣一個一個教你們 所以我要先教你們 因為這個東西要等你們能夠明白大概要半年之後 我今天開始教把書發下去等你們能夠了解半年後 所以我這個要先教 我這個不先教起來 你們到時候台灣基本法我們也寫不著 你們審法案也不會審 你不知道法律從哪邊來的 我希望說我現在先教 我們到時候美國軍力政府跟我們銜接的時候 我們法律速度才會快 我們的磨合期間才會變短 我們趕快台灣政府趕快上軌道 那你怎麼上軌道守法律 你守台灣關係法就是趕快把台灣政府整個都上軌道 它速度會比較快 還有台灣關係法第四條B 每當適用美國法律去隱居遵造台灣陷阱或救護法律 就是第一個是優先法 所以你在照台灣基本法 你哪不把台灣關係法放在前面 你會出問題 因為你本身就違法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關係法是優先法 你哪不擺在前面你就出問題 那個都不會過關了 人家美國政府看你就不守台灣關係法 我要看什麼 所以我當初在寫基本法那個草案的時候 我看我就是照台灣關係法下去寫 當然那個時候我不是那麼明白 大概有看沒有懂 大概四五成 但是我大概在大概裡面在講什麼我知道 對啦 對啦 有一個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那我看得出來 美國軍事政府是老大 大概知道是這樣子 美國總統最大 其他看會會啦 對啦 你有看沒有懂什麼 你看你的線紙不夠啊 你的水準不夠啊 你的水準不夠 看台灣關係法你看不懂 真的我不騙你 台灣關係法很深啊 你的歷史你的法律要不清楚 你在看台灣關係法看不懂 我敢跟你保證 我一開始看我也看不懂 歸歸啦 看大概四成五成這樣不不 你差不多是 是懂非懂 我說你還是不懂 我跟你說真的 真的是不懂 我那個時候從今天再來比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真的是算不懂 我今天稍微懂了 比較懂了 至少裡面在講什麼都看得出來 所以我已經算懂 那你說我全懂嗎 我不敢說啦 為什麼因為我畢竟沒有操作過啊 我在實務上面還是有點缺陷 但是沒有關係 我在理論上應該還可以 我在法理上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我沒有實務啊 因為你光有理論 你剛剛能夠解釋 但是實務上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差 有一點BIOS 那個會很正常啊 但是至少我在解釋 我都沒有偏離法律 我那個法律沒有跟各位亂解釋 我講什麼都是靠法律 法律有它的歷史言格 我講給你聽 所以大概我講出來的 大概跟美國軍事政府他們 後來跟你講的差一點點 但是不會差很多 至少不會是方向性的錯誤 是有一點名詞解釋上的那個BIOS 那種小小的誤差 那個都會有 但是不至於說會有方向性的錯誤 應該不會有 那你守法律就對了 法律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那你守法律就對了 好 那我整個台灣關係法重要的架構 都跟各位講 那再來要講什麼 因為光只有台灣關係法還不夠 還有其他美國總統跟國會所通過一些法律 要幫你造台灣政府的一些法律 尤其在什麼地方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 要由美國政府來幫你定位 這個你台灣人 你沒有辦法自己定位 所以我們台灣的外交問題啊 國際問題啊 會由美國政府來幫你打理 有沒有像我們台灣旅行法 台灣保 台灣保證法 還有台灣盟邦的保證法 你看都有美國政府來幫你通過 然後它都是什麼性質 外交性質 所以台灣的外交跟國法會有美國政府來幫你嘛 這個你台灣人倒真的沒有辦法 有沒有 所以你台灣關係法你還是不夠 那不夠的部分要有美國通過的法律來幫你補 那我再來大概還有三四個章 大概四五個章節啊 十九二十二一二二 大概都在講美國相關的法律 可能會到二十四章也不一定 我打算寫到二十四章 把美國要通過的一些法案 都用草案的模式幫各位做介紹一下 那主要是在什麼 外交跟國法 台灣的外交跟國法 由美國總統國會軍事政府幫你全權處理 這個你台灣人沒有辦法處理啊 所以人家幫你處理 所以你要知道台灣關係法主要講的是內部事務 但是在外部事務還要用台灣關係法以外的美國法律幫你決定 所以你台灣關係法你還要再看一下相關的外部法律 就是美國總統跟國會所通過相關法律來幫你定位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你台灣關係法是台灣政府的母法沒有錯 但是你美國相關的法律你還是要看 那你對台灣的國際地位你才能夠完全 那你才不會跟 美國政府對台灣的政策 人家講卡脖子 你去哪裏 那你整個對台灣的國際地位就會更完全 那今天到這裡 我明天開始講這些 其他的美國法律 就是跟台灣關係法有關的美國法律 因為你台灣關係法 你不能全部都寫到滿滿 都幫你寫完全 那台灣關係法缺的部分在哪裡 台灣的外交跟國法 由美國政府幫你做決定 那再來相關的美國法律 都是談到台灣的外交跟國法 由美國國會 他制定法案給總統 通過之後 變成我們台灣的外交跟國法 所以我來講 美國總統他們通過的這些法律 都是台灣的外交跟國法 這個你未來要拉進來基本法裡面 我現在在等他的法律 那他的法律就會成為台灣的外交跟國防政策 今天都到這裡 謝謝各位